所以是即便那1500都要講的是部分匯款 所以真正的問題已經不是在於說 他貪污有沒有構成了 現在是貪污這件事大家確定他有構成 但是問題是說大家對於整個案情的想像 非常的大 因為畢竟是一個200億的案子 所以家凱 以前有個判決 大家覺得很離譜 可是後來說原來法律就是法律 因為不是有個歐巴桑 經過人家家門口摘了一朵花嗎 就變竊盜罪 一朵小花 竊盜罪 當然罰金1000塊 那一朵花1000塊 請問你偷1000萬 偷2000萬 偷1億偷2億 跟偷那一朵花 通通是竊盜罪 只不過是以後判刑的輕重而已 所以換句話講 200億就不構成賄賂嗎 當然還是構成 當然構成 而且檢察官要起訴你 其實一個理由成立 我就可以起訴你 我幫大家回憶一下 我剛剛講到木可 不是扣押3883嗎 那個事件的時候 民眾黨的發言 他們是怎麼回應的 我們柯文哲主席 沒有侵佔任何政治獻金 不好意思 我們說扣押3883萬 也不能說你侵佔啊 怎麼那時候跳出來主動回應說 我們沒有侵佔政治獻金 是不是法院你們收到 那個木可公司收到的法院裁定書裡面 是因為有寫到可能疑似侵佔政治獻金的部分 這個可不可以起訴 可以起訴嘛對不對 那顯得那個是起訴的話那就是犯罪所得 因為犯罪所得那才會扣押 扣押以後接 然後接下來就是根據刑法38條 宣告沒收嘛對不對 這個是很清楚的法律嘛 所以當然要扣押 為什麼要扣押土地 因為他認為他的容積率有問題 所以這就是你的獲利 所以要扣押嘛 扣押就是要把你的獲利 把你的犯罪所得要宣告沒收 所以當扣押了3883的時候 也就是說木可公司的這些錢 是要沒收的 他才能夠扣押嘛 就是這樣子嘛 不就是這樣子嗎 而且重點是北檢提出 是法院認定了沒有錯 你這是犯罪所得 所以我要扣你嘛 對不對 要不然法院我可以補 我不要啊 所以現在關鍵是這樣 就是那個笑話嘛 那個陳志涵覺得是檢查 又是檢方的認定 那其實是法院的裁定書啊 對啊 也就是說他一定說服法院說 這是犯罪所得 所以我要扣押嘛 扣押等到宣判以後 請法院你要宣告沒收嘛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嘛 沒有錯 事實上我們現在 所有掌握到的訊息 就是從不管是 他們自己去抗告 後來出來的裁定書 還是北檢區要扣押 這個頂月應該說金華城的土地 以及要去扣押木可公司的 三萬八千多萬 其實都很清楚 有好幾個案子 現在都很清楚 就是不管你是收210萬 1500萬 560萬 還是還有更大的比 都沒有那麼重要的 因為很確定了 你柯文哲有收賄 第二個 你有圖利給這個金華城 第三個 而且你們是事先講好的 現在關鍵才最重要的一個人